那聊完学校的基本学制呢 我们下面再来聊第二个话题 就是种族 这个种族呢包括人和人 也包括人和不是人 这里不是骂人 我们是从古代人的思维来聊这个问题 我们先说人和人 在这个小说里面呢 就一直都贯穿的这么一种爱恨情仇吧 还组成了很多小CP 是不是 在第一部里面就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比方说那高傲的少爷 莫尔夫 然后最看不上的是哪一位 就是哈利波特呀 你不要跟那个低等的什么巫师家族去交往 你要懂得选朋友 他这个嘴里边说的这低等的呀 或者是丢脸的呀 指的是谁呢 就是罗恩他们家 威斯雷家族 那么威斯雷家族 这罗恩呢就经典的这个 这个形象啊 红头发 然后高高低 然后脸上有雀斑啥啥啥啥啥 那么这个形象和 马尔夫形象是正好相反的 马尔夫是什么呀 金发碧眼 白皮肤 看起来就很高贵 是不是 这种呢就 你想了 如果我们是一个文学家 想要描绘一种默认的 某一种高傲的感觉 或者是 充满斗志 但又备受压迫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会用 英国人或者说欧洲人都能懂的梗 在这里边 马尔夫少爷和这个 我们可爱的小罗恩 他这个外表 其实讲的就是 英国本土的一种民族矛盾 这个英伦三岛的地方啊 这个最早的原住民 其实也从欧洲去的啊 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呢 那么他们长的样子 大概就是红头发 有没有雀斑也不一定啊 这个看个人这个恩赐了 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嘛 就是这种人是在这里生活的 那后来呢就 罗马人就来了 罗马帝国了 然后罗马帝国就把他征服了 是不是 这种人呢实际上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的 然后也有自己的民族情感 那罗马人经过熬战才打败了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是怎么治理比较好呢 你杀光吧 就不太现实啊 然后这个也比较折损这个兵力 最后罗马人的方式呢 就产生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东西 就是哈德良长城 罗马不是在这个 英伦三岛的北部地区修了个长城吗 他们的长城要隔住的 其实就是这个他们眼中的野蛮人 也就是被征服的 或者是被打败的这个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原来是在整个英伦三岛上 现在呢 罗马帝国把他打败了 就把他驱逐到北部比较贫瘠的 然后寒冷的山区 那么这些人逐渐的生养 也就变成了今天我们口中说的苏格兰人 那苏格兰人呢一直忍着 然后到罗马帝国衰亡的时候 他们还没乐两天呢 哎 我是不是可以复国了呀 那这时候又从这个西欧的岛上又来一波 这波呢就是南下这个征服并且灭亡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这波人 就是日尔曼人 那么日尔曼人当中一种叫安格鲁萨克逊人种 他们就来到了英伦三岛 最后呢又奴役和打败了苏格兰人 也就是凯尔特人 他们就一直在北部的寒冷的贫穷的这个高地山区活着 哎 你看整个英伦三岛上面就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啊 就是北边的穷但是呢民族压抑永远有斗志 然后红头发的长雀斑的 然后相对南面一点也就是哈德良长城以南地区呢 前面是罗马人后来就是这征服者也就是安格鲁萨克逊人 他们是白皮肤的金头发的 然后这个碧蓝色的眼睛的啊 也就是所谓的他们压迫别人时自己高高贵一点啊 高人一头啊 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英国本土上面的基本的这个民族构成和民族矛盾 那么JK罗里呢也把这个意思写到了小说里面去 他对应的就是威斯莱家族 还有就是这个马尔夫他们家 第二个种族呢就是人和不是人了啊 这里边的不是人呢要打上引号啊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在小说里面这个所谓的不是人其实就是小精灵啊 驾养小精灵都比 我们觉得他特别可爱 所以你说他不是人也不是那么好听 那在现实当中的这个罗林阿姨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灵感呢 其实他指的就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时候出现的欧洲的传统那种模式 就是奴隶制啊 罗马贵族都会养很多奴隶 这些奴隶可能是债务奴隶 有可能是被征服的这个战俘啊 然后这个失败者呀 这个啥啥啥的啊 这种人 我们以前在讲这个 兜售场的时候 不是说那些奴隶 尤其是战俘 是可能会成为兜售场里面表演的被厮杀的对象 但是实际上大量的奴隶是作为家庭服务员出现的 就跟这个影片和小说里面的多比小精灵是一样的啊 那么罗马作为这个体面的公民或者说贵族 他们每个人都会有奴隶 如果你是大贵族 你家奴隶有很多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 你可能还会有两三个奴隶的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著名的五贤帝之一哈德良皇帝 有一次呢去公共浴池去洗澡 然后这个他发现 哎呀呃他以前跟他一起征战的一老战友 其实也就是一士兵啊对他很忠诚 在那干嘛呢 在那那个往墙上蹭背 蹭蹭蹭蹭蹭蹭 洗澡嘛你不得搓背吗 说你为什么往墙上蹭背啊 没有人帮你蹭背吗 说没有 我这退伍之后挺穷的 我也买不起奴隶 我买不起一个搓澡的奴隶 你听搓澡的奴隶 哎呀皇帝就很感慨 没事我赐给你两个奴隶 从今以后专门给你搓澡 从这事以后呢就据说啊 每次哈德良皇帝去公共浴池 表现亲民 然后去洗这罗马浴的时候呢 这浴场里面总有一些人 当他面在搓墙 就等着那个皇帝赶紧赐给我俩奴隶 这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罗马普遍都是有奴隶的 这个人和人才就不平等 那么这个奴隶有没有说翻身的机会呢 哎你记得吗 这个多比小精灵 他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这个什么呀 嗯哈利波特用了一个计策啊 让这个卢修斯也就是马尔佛的爹一个失误啊 这个把这个一个袜子给了小精灵躲避 然后就相当于说他们有这么一种规矩啊 如果主人给了小精灵一个穿的东西 那么就代表了小精灵自由了 这个不是编的啊 这个是真实的啊 只不过呢 在罗马时代的时候 主人给的那个穿戴的东西 它不是袜子 而是一个帽子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罗马人如果想恩准哪个奴隶 哎可能你在我们家服役啊 十几年啊 甚至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家养小奴隶 是不是 我现在就想给你扶正 让你成为自由人 那我就以主人的身份就给你自由了 就完了 但是他会有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就是罗马的贵族或者是奴隶主 他要把一个尖形的小帽子 哎戴到这个奴隶的头上 这代表了从今以后 你就自由了 你成为自由人了 你看这个帽子 它是不是就是 穿戴的东西 所以 JK罗林把这个东西呢 最后就演变成 普遍意义上的 只要主人给小精灵 穿的东西 那就算对他的 解放 其实呢 这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这个穿戴的东西啊 是在整个西方的文化圈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那就是一个尖形的小帽子 你想象一下最经典的尖身小帽子是哪一位啊 蓝精灵 蓝精灵知道吧 蓝色的小精灵戴着白帽子 我小时候总以为 这群小精灵天天睡不醒 因为他们都戴个睡帽 其实以后研究着西方的文化才发现 那不是睡帽 那就是跟自由有关的一种象征 那这个实际上还是个大话题 关于蓝精灵头上帽子什么意义 它跟法国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关系 我们以后再做影片和大家讲解